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汝昌老先生 但是总是由于种种原因 阴差阳错的未能成形 这点让您非常非常的遗憾 不过我知道您最终还是见到了周汝昌先生 因为我在咱们北方网的节目当中 也见到过您和周老面对面的在探讨书法 不能说是探讨 应该是秋教 是吧 那我想这个前后一定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故事 您是不是给我们讲讲今天 没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只能说是有些使我深受教诲的一些个过程 就在欧凯真宫蒋艳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在书法界乃至一些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个反响 大家开始注意到周老在书法上方面的这些真知捉见 我呢也总想能见到周老当面求教 就说您谈谈我讲的有哪些个错误 写的有哪些问题 再给我指正一下吧 有这种愿望 但是每每听到周老身体情况 不敢去打搅 心里总有这种想法 比如说周老去年九十岁的生日时候 我就跟他的亲戚 就是跟我半事半有的那个学生吧 我就跟他提 我说周老九十岁花旦的时候 能不能让我去拜和一下 但是最后没有一个答复 我后来才想到就是周老自己并不愿兴师动众的 搞什么这个大的庆典活动 这就是这个人平生淡薄 他不希望张扬 因此呢我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到了去年的这个初冬的时候 我接到周老的公子周建林先生的一封邀请函 就是说周老很愿意跟你谈一谈书法 而且其中谈到就说 周老现在已经身居简出 不经常接待客人 所以呢还是愿意跟你面对面对谈一谈书法 您听到这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非常振奋 我说当然可以 我只是怕周老年事已高 身体精力能不能达得到 我去了添的麻烦太多 因为我要提的问题也很多 因为我真有一点这个 秋学若渴的这种 这种饥渴心情吧 但是说时间不要太长 一个小时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 南开大学派车 把我送到了北京朝阳区周老的家里 我到那时候呢 已经是上午的十点来钟了 我也临去说想了一些个题目 就是我不明白地方去向周老请教 但是我当见到周老的时候 这题目都忘了 都想不起来了 怎么回事呢 我看到周老那种精神绝数 那种去了之后 对我的那种热情 一下子把要想说的词也都忘了 我再看到他屋里那种景况 我就想到这么一代宗师 居住的那个环境 就是接待我的那间屋子 我想最多有15平米大小 而这15平米大的一间小房子里边 半间屋子都是书 在他的身后 基本上都是书 就是这个各类的 因为周老学管中西 知道他的英文水平相当的好 他可以用英文直接授课 后边的中西的一些名著 和他自己出版的那些个著作 我粗略看了 还有很多法帖 关于书法论书的一些东西 都在身后 而且 我估计在我去之前 可能这个他的儿女们 帮着收拾了手 整理了一下 就是这样的话 还可以用杂乱无章来形容 太多了 他怎么回事呢 这个爱看书的人呢 他那个书房里头 不会是干干净净 整整结结 不会是这样 因为他一会儿拿这个书 一会儿翻那个书 对对对 有时候拿回去 拿出来之后 就忘了放在原处 有时候就扔的东西一张 有时候上午想看这个 下午想看这一本 所以这个屋里永远是乱七八糟的 我那个书房 虽然不能跟那个周老相比之下 我也经常用猪圈来形容我的书房 我说进到我的书房里 就是个猪圈 乱七八糟 周老那屋里可能是收拾了一下 但是仍然看到后面的书啊 堆积成山 于是我想到过去一幅古连 叫书比青山长乱跌 下一句呢 没什么作用 但是是个配句 如果从那方面写的话 那就成了猪圈 就是书比青山长乱跌 灯如红豆史相思 这上一句对周老来讲 就是这样 真是书比青山 但是我们见到这点书 可能是不足他的十分之一 或者是百分之一 他一定还有更多的仓书的地方 对 那么周老呢 就在这个乱书堆当中 这么一个半堂半座的沙发 周老坐在那里 去见到我面之后 就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兴奋 说我们终于见面了 终于见了 就高兴 然后坐下来之后 不等我提问题 周老就开始了他的唱片发言 看来想跟我说的话 很多很多 其实周老可能也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 希望能早一天见到您 我觉得主要是 他把我已经视为知己 认为我是一个懂书法的人 对 不管我真懂假懂 在周老的心目当中认为我懂书法 所以就一情激素 把想要说的话 就像这个绝了口的这个喝滴一样 就往外这么流 甭等我谈问题 提什么问题 周老的要说的话 都是我想听的 他滔滔不断的讲下来 我几乎中间很少愿打动 打断周老的话 我就听他说下去 你说什么 我都觉得是法辱 我都在学习 那么周老讲了很长时间的话 一直到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还在滔滔不断的讲 他的儿女们 包括我在内和我的随行人员 没有办法了 就站起来 劝阻老先生 你身体啊 休息一下 应该是最宝贵的 在太高兴之余 恐怕你说话太多之后 这个捞身费身 所以休息一下吧 就这样的话 周老还有讲了一两个问题 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大家把周老劝阻 是这样 他整个的讲话 我们不必相信说了 大家看一看 网站有这个 有这个这个节目 大家看一看 我觉得中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周老 那种热爱书法 把他视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问题 来认识他 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艺术 他把他从文化高度上 就来概括书法 比如说他说 我当初学洋文 我们现在经常说外文 他们还是那个老话 说洋文 周老当初是燕京大学嘛 所以在那儿毕业 学洋文的这个过程当中 周老说 我学洋文的目的 主要是要宣传中华民族的文化 你看这个起点就不一样 现在有人学了西 这个这个外文之后 目的是想着 想出国 出国呀 或者是这个将来 这个这个和西方沟通 那个这个挣钱啊 发财啊 做生意 做生意等等 周老就想通过学习洋文 来宣传中国的文化 其中 他能宣传书法 他在国外曾经 用英文 讲书法课 他讲的这时候 老先生很激动 他说我讲了这么多之后 下个人给我一个什么评价呢 满提不懂 你说的书法是什么 他根本听不懂 他最后给我一个 一句的评价 就是你的英文说的很好啊 周老说 是我就是感到很失望 那么我现在理解 就是说 我们的书法 对外无关怎么宣传 你要想让西方人真正的理解了书法 是很不容易的 必须推广汉文的话 我们只有汉文的话 能推广出去 书法才能随着 这个 这个推而广之 对 所以周老谈到这点时候 也是深有感触的 但周老对于书法那个爱 那个理解之深 爱之深 对我就是莫大的教育 然后又谈到欧阳勋书法 在书法省占有的位置 和我们必须学好 欧体字的重要性 就讲了很多很多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再介绍 但是真的是我 回来的路上 这一路上 我迷迷糊糊回来 为什么呢 我迷迷糊糊糊 广是想他的这个 说的这些话 哪些话 学我必须记住的 我呢平常呢 还不愿意 这个随时拿笔记录下来什么 我自己 从小就有这么一点自信 就是总觉得 我记住了 比笔记下来 我随时得看才要好 我拿脑子就深深的记 你想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这个公里的话 天津到北京 一百二十公里 但是如果把城市里边的路 和咱们北京天津市 车进入城市里边的路 都架在一起 少不过一百五十公里 那就说 按话里说 就是三百里 因此我 我脑子就形成了一些个诗句 当时就是 想到的两句就是 归称三百里 一路暮春风 就是听周老讲 和如暮春风 又如醍醐灌顶 就这种感受 所以回来以后呢 不巧的是 我岳父呢 病重 病重之后 我在那段时间 又出访香港 所以 后来到我岳父 病故 就到年底 这个天津人 有一个习惯 就是家里老人 过去之后啊 当年不给 亲友们拜年 对对对 恐怕给带来晦气 这是一种 这个迷信风俗吧 因为周老是天津人 我又不愿意 再给他去拜年 当然 直接到的家去 更是遭扰 我呢 又 又不愿意说 在春节期间 不问候周老 所以这个矛盾心情 让我迟疑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正月十三 这夜里睡不好觉 就是不问候下周老春节 而且九十一岁高龄 对 觉得实在是失礼 对 你问候吧 一旦知道我家里的岳父 我们都视为生生父母 那就恐怕有见怪 或家里人有见怪的地方 所以 由于到 转过天正月十四 我想无论如何 不能过了正月十五了 我一定要问候一下周老 于是呢 就写了一首五律诗 叫做五律诗吧 实际上就是 大游 一首大游诗 我当时这首大游诗呢 真是名思苦索 因为给周老写诗的话 你知道周老是给诗词大驾 对诗词的赏息 和他自己写诗 简直就是咱们平时 这个拿筷子诗饭这么简单 一张嘴就是一首诗 一张嘴就是一首诗 用不了想 所以我通过周老 那个做诗 那个速度之快 我就想到当年 说曹子健七步称章 马上就说出来 我开始认为不可思议 现在我知道 他们真的就这么快 一张嘴就来 所以可是对于我来讲 去搜索枯长 名思枯索 又恐怕用错了运 又恐怕拼则不对 该哪句凹 该哪句顺势 怎么来反复的调整 这就是第一 是因为是给周老写诗 这种称惶称恐 可以想象 第二 本人的诗词水平就不高 又想着呢 这个 让周老提提意见 从这方面更多增加一点知识 是从这个愿望出发 另外周老在这之前 看过我写的诗 他的儿子呢 周公子 周健林 也给我发了短信 说我父亲 看到你写的诗 就听他念诵 念诵一遍 然后就点头说 好 说好 我觉得这都是鼓励吧 跟周老诗词相比之下 我往下面说 你就知道 根本不能 说的不能通日而语 我们不必把它夸张到这么一样 但是不可相提并论 是肯定的 我当时写这首诗呢 我现在把它抄录一下 就是五律 四十个字 我们用新书写一下 大家看一下 推举高阳睡正龙 第二句是俗克绕周公 雪顶昌青树 因为周老满头白发了 但是它是一棵长青树 但是它是一棵长青树 我们把它的头发成为雪顶 雪顶长青树 通心不作翁 法术书乱西线 词汇会起愚芒 最后一句说 龟城三百里 一路木春风 这么一首这个 就把它固且称作五律吧 就用短信 这周老发过去了 但是呢 周老是平时不会携带手机的 这些时髦东西 他不会有的 他的儿子周建林先生 接到了我这封短信 给我回信说 我马上就到我父亲家去 这老人念给他听 几乎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 我估计他也就是刚到周老家 因为他跟周老没有住在一起 中间有一段路程 短信回来 周老赫施一首 我当时真是惊讶 就是也就是当时他念给周老 周老马上就赫施一首 真的我是感到吃惊 吃惊的是 施写的那么好 而就布着你的运来赫施 速度之快 你想我等水平 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 周老偌大的年纪 思路还是这么敏捷 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性 我就从这个高度去认识 这个当时我就给抄录下来 这就是当时这个短信 当时基本是原文 我就抄录下来 现在我简单的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都是周老的话 他说 吉丑上缘佳节 喜货村文书家 贺春家具 他说 就是刚刚收到 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实验室拜年信 他说喜货的村文 村文是我的字 老人呢 一般的就是 在这个 对人尊重的时候 不称字 称村文 村文是我的字 不直接称运章 你是个尊重的意思 在过去的文人当中 都是称对方的字 自称的时候不能称字 称对方的时候不能称名 所以说 喜货村文书家 贺春家具 推许过当 认为我对他的尊重 有过 这是谦虚的口气 身姿溃悍 无以为报 不运奉仇 而比例不带 原唱 原意 这都是客气话 说我呀 无以为报 你对我这种 这个尊重 我只能用贺诗的方法 来表示 灰烬 但是我贺诗的 这个作品 远不及你的原唱 原来的作品 原诗叫唱 贺诗呢 叫做贺作吧 一般是这样 但是这是客气话 后边就开始说了 豪贱 莫光隆 这都是压着我 去写的那个诗书 那个后边那个运 跟这走 豪贱莫光隆 评书九品功 秃鸦 怀旧碎 化物探茫茫 既是谦虚 又是说明 自己过去的笔墨艰辛 爱好书法 认为自己 爱好一辈子 并没有多高的成就 实际上 他是个书林大爷 他不以书法明示 实际上在书法上 非常之好 咱们天津的朋友 应该有这个地利之变 天津市文化街 到天市文化街 那个地方有周老写的一个拍扁 叫大龙洲 好 我们把这几个字写下来 大龙洲 我大概学一点皮毛 周老当时可能是 基本是这么一个形状 大龙洲 横写的 横写的 非常之好 真好 我看完之后 真是望尘莫及 写的真好 这个后边呢 他还有四句 好 我们再把它从头到处读一遍 说豪借莫光荣 评书九品功 秃鸦 坏旧穗 就是自己啊 秃鸦就说学习书法 这个认为自己写的不好 一般称秃鸦 往往最后 比如给谁写了一篇字 说比如我给你写了 我说运章秃鸦 就是把这个 这个一张纸啊 涂成黑乌鸦 现在就是霞脱烂抹的意思 这个谦虚词 这个画物探盲崩 自称盲崩 就是眼睛现在看不见了 骨水方家寨 又在鼓励我 又表扬我 骨水是天津 天津的别称 骨水方家寨 虽诸破夜明 这种鼓励我真的是受之有愧啊 然后他说绿庚真不朽 说欧阳勋又归到欧阳勋 他说欧阳勋的书法 永垂不朽 正脉属高峰 他那书法的正脉 高峰应该是欧阳勋 还是老先生把这个话 作为主题来讲 最后又说 资愧不足以抱雅怀呀 咕噜之一波一惨 用这种非常简洁的语言 导出了老先生 平生热爱书法的这种 这个永不熄灭的一种 这个求之精神 因此我们有时候 尝尝尊重老先生们 一方面 他们走一个 我们就少一顿台阶 对 我这样说 我不知道网友朋友们 是不是能 能理解我的心意 就敬重老先生们 就他们这代人 走一个 你的书法的这个 这个台阶就矮了一凳 就像宝塔一样 就失落一层 不是说我们现在 清除于蓝 胜于蓝 是这个 这个 后浪 这个追前浪 书法现在不是这种状况 这是在低谷时期 像周老他们 幼年有通工 一直终生不错的 这么灵犀书法的人 他们走一个 就是我们书法界的 重大损失 应该 我这样说 就是对老前辈们 这种尊重 我们在下集将谈到周老 在书法方面的 一些个论述上的 真知捉见 我想大家 一定会听完之后 深受教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 介绍一个流字 这个流 就是停留的流 留住的流 我们先用 规范字的楷书 演示一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规范的一个写法 实际上呢 上面是一个毛字头 下面是一个田 但在悲帖上 我们所见到的古悲帖 这样写的比较少 有 但是相对少一点 在古悲帖当中 常见的是怎么写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先说一下欧阳荀 他是怎么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欧阳荀这样写 也有很多的 背帖都是这样写 实际上 就是把上面这个 毛字又进一步 强化 让他看来越来越清楚 上面是个毛字 这是一种 最常见的背帖写法 还有呢 这样写 比较少见 但是有的 这样写的也有 还有一个非常普遍 就上面写两个 口字 下面写一天 这在背帖当中 也常见 这几种写法 在背帖当中都见到过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留字的一个解体上 和点画上的要求 向大家说一下 先说欧阳荀的这种写法 跟其他写法 大通小义 都是上宽 下窄 上边写成一个扇面星 下面田字 也写成一个扇面星 就是上宽 下窄 但是写他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条 就是说 虽然都是上边星 但是上端的这个帽子 相对的更宽一点 下面田子略窄一点 但是这个差异不要太大 又不可以上下一样的宽 又不可以宽窄宣熟太大 如果把上面这个帽子头 写的太大 下面田子写的太窄 这次就失调 我们再演示一下 请注意 这是欧阳荀的这种写法 你注意看呢 上面是这个宽度 下面是这个宽度 这就可以了 如果差距太大 便不可以 或者上下写的一样宽窄 都是不对的 这当中呢 也稍稍有点间距上的要求 注意看 这个地方 到这儿 这是相当的 但这个地方略宽一点 下方呢 从这个地方开始 到这儿 稍稍略窄一点 并不是完全相当的 你表示上边的松弛一点 下边的写的紧凑一点 如果上面 直接按我们现在常见的 右边写个刀字 那么刀字的这个挑钩 就要挑的到位 要把它写好 再看一遍 这变成一个点 右方 转过来 到这儿 看 七笔 好的 我们下面看一看 这个刘字的行书写法 行书一般的 都写两个口子 下面写一个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样写 比较简洁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写 注意哪一点呢 在新书当中 有些夸张 这个上边呢 宽到这 这种程度 下边窄了 在凯书这样 就过了 在新书上 有一个新书上的特点 那就是说 把凯书的那个 结构的特点 进行适度的夸张 注意我这句话 是适度的夸张 比如说 我们曾经举过例子说 比如说 而且 这在凯书当中呢 这个儿子 是宽的 一个字形 比较宽扁 大家看 是这样 茄子呢 它应该是 相对细长 所以你看完之后 体型呢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一个比较宽 一个比较长 由于有这么一个特点 到了新书当中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 进一步夸张 夸张到这种程度 很好看 实际上呢 它已经 扁到这种程度了 这个长的 到了这种程度 它进行夸张 本着这个特点 比如说椰子 本来椰子最后的 这个凯书当中的 这个钩 它是比较长的 到了这个 行书阶段的时候 它可能变得还长 它可能扁到 这种程度来了 那就是夸张 所以这个流字 也是在行书当中 夸张了一些 但这个重心 应该放在下面 别看它是 比较窄小 但是重心 是在填子上 再看这流字 这样 还有的呢 上面直接写三点 这个行书当中 就这样写 注意它这个填字的 这个笔顺 注意一下 凯书是这样 注意中间 一 二 这样 封口 行书常常见到的是这样 写一竖 再写一横 这样 似乎写起来比较 便捷一点 再看看 最后介绍的这种 新书写法 它是这样的 一二三 看 书 下来 封口 但是最常见的 还是跟大家说 这样写的很好 写两个口 而在这个 前边的这个 凯书当中呢 我觉得 这样写也可以 但是 最好写上上面是个毛字头 更讲究一点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草书呢 虽然也有几种写法 但是 大体上 最常见的 重点向大家介绍的是 这种写法 两个点 一 二 下来 注意 是这样 这就是 天字的 草书写法 这样转过来 身在里边 好像是 打了一个差事 是为了笔顺上 走起来 非常的瞬洁 上边一般的 只做两个点 一 这个手腕 手指都要灵活 如果你不极度的熟练 高度的熟练 你这个旋转起来 没有这么轻盈 但只轻盈 没有力量 没有重量 这字就太漂浮了 所以 我们在写字当中 总是谈到阴阳 这两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书家 就强调阳 阳刚之美呀 其实 他不知道 这个阳刚之美呀 太多了 阳胜于阴 就显得糟 如果阴多了 阴如之美太多了 阳刚之气太少了 显着这种字就魅弱 所以呀 这个阴阳 大家多过意境的 都知道 关键是阴阳 这两个问题 一定弄清楚 你看那个太极图 它就是阴阳各自一半 所以写字的时候 阳刚之气太足了 显得燥热 阴如之美太多了 显得虚弱 因此在这个阴阳问题上 一定弄清楚 像这个流字 如果你 浮光略影的 只是这样写 就显得太轻浮 熟练吗 熟练 美吗 也很美 但是 显得过于雷入 应该是 这种字 写出来之后 要有力度 要有力度在里 滚起来 让这个手啊 这个镜头在里面 起到的摩擦 在这个力量 感觉到 这个这个 有分量 在有分量 千里之下 就要感到 它有一种 非常的美 这种美好 也就是在唐代 近代时期 经常说到的 这个妹子 现在我们一提到 这个妹子 多用在贬义上 实际上 铁化阴沟 解释的时候 就是解释到 这个妹子 叫做 刚如铁化 媚若阴沟 感谢观看